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穿粉裙亮相你好星期六,甜美可爱 龚俊和迪丽热巴作为大家非常期待和喜欢的荧幕情侣 迪丽热巴最近参加了你好星期六,穿着粉色裙子 我记得迪丽热巴现在很少走可爱甜美的路线 基本上都是酷萨的玉姐风格 但是迪丽热巴的气质本身就很可言可甜 只需要稍微打扮一下,再做些可爱的举动 就非常漂亮可爱,令人喜欢 除了龚俊,同场嘉宾还有刘雨宁 刘雨宁资源非常好,不仅与宋走合作拍新戏 还与迪丽热巴和龚俊有合作,并且三个人的关系很好 在节目开头,他们还上演了两男争一女的戏码 刘雨宁对迪丽热巴的眼神也很痴情 如今,刘雨宁还与刘涛搭档出演姐弟恋 不知道何时才能与迪丽热巴出演荧幕情侣呢 迪丽热巴这次不仅精心打扮了自己,还穿了粉色裙子 头饰也经过特别处理,让她的脸蛋显得小巧而紧致 迪丽热巴作为新疆姑娘,展示了她的歌舞才华 她在节目现场跳着新疆舞,娇俏动人 轻松完成了动脖子的动作,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与此同时,龚俊也对她十分着迷,站在一旁随着她扭动身体,只是姿势有些奇特 迪丽热巴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女生 尽管外表是女神,但一点也不高冷 与她合作过的男演员都被大家疯狂磕CP 比如杨阳,还有龚俊,最后还有黄景瑜 多次被质疑真实恋爱,但双方都否认了这些传闻 这或许就是迪丽热巴的人格魅力,不仅仅是角色的加成,而且在现实中也是一个值得别人疼爱追求的姑娘 迪丽热巴是通过杨幂的帮助才得以走红的,起初也遭受了批评,现在也多次遭遇质疑 比如她穿完礼服时舞兄的动作受到了猛烈批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展现优雅的方式,只是大家对美女明星要求较高 比如最近的王楚然,因为和杨阳一起出演电视剧而受到了质疑 还有人怀疑她和杨阳是否真的在现实生活中谈恋爱,现在她的声誉很差 但能成为一线女明星都是经历了一路的批评和质疑才走过来的 关键是要靠作品说话,只有演技有所进步,才能有底气说话 赵丽颖就是一个例子,现在没有人敢质疑她的演技 再比如杨颖,可以说是反面例子,虽然她也在努力提高演技 但底子实在太差,没有作品就连妮妮都没有底气说话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感谢您的频道